總統有去看沈瑞章嗎 有去看沈瑞章嗎 以被問到有沒有去看輪機長沈瑞章 總統蔡英文表情一片尷尬 不願意多做回應 明明都到基隆卻不去沈家慰問 讓許多人十分不解 而7號下午走放海洋廣場 和台川基隆場的蔡英文 明明長榮桂冠就在眼前 離廣場不到五分鐘的路程 卻不多做停留 也沒有打算要去探視 好不容易劫難重生回台的沈瑞章 家人已經準備好火爐等著他回家 而小英參訪的兩個地點 就在他家不遠處 海洋廣場林塔的住處不止不到6公里 開車過去只要短短12分鐘 就連台川廠也離沈瑞章家 只有25分鐘的路程 不過小英總統卻只是路過而已 還有外交部的座位 也讓民眾看傻眼 吃不飽睡不好的沈瑞章 從沒想過一波三折回台之後 第一件事是被要錢 就在10月中旬外交部告知家人 沈瑞章渴望獲救返台 不過下一個動作 竟然是拿出要求歸還反台機票錢 3萬多元的切解書 讓簽名的妻子內心五味雜成 對比被遣返回台的國際炸漆犯 機票費用可都是政府靠著全民買單 炸漆犯反國機票全部沒有一毛錢 是政府出的 我不願意講這個權是誰出的 但是這個不是政府出的 這是我剛剛肯定的 還記得2013年廣大新28號 遭到菲律賓襲擊的事件嗎 前總統馬英九在事發後兩天 就馬上趕到小琉球 慰問洪世成的家屬 但蔡總統卻路過基隆沒停下來 讓人質疑是不是冷眼看待 劫後餘生的台灣人民 統理心在哪 現在大家都在看 記者朱丁蓉羅湘 SNG小組基隆報導